着机箱启动了部落抗疫防护网 要确保防疫人员及族人安全 而这一些管制站站长的主要工作呢 就是要负责进行部落的进出管制 还有部落的巡视及宣导 还有返乡族人的实名登记 联系及关怀等等 部落检疫站人员基本的量测体温 喷酒精协助实名剧等工作 这些工作将在5月28号开始就不用接触人 只要则进行部落的进出管制 部落的巡视以及宣导 返乡族人的实名登记 联系与关怀等等 管制站的人员只对 乡外的人员来去做管制 请他们不要进到部落 不要让他们第一线的人员 去做量测体温的部分 量测体温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有接触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 检疫站的改为管制站 如果有返乡的家人一定要列策加管控 请主动跟村长或是领长联系 会安排专人关怀他们在家中 自主健康管理的情形 并且一定要落实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有返乡的族人 我们就在管制站里面 请他们由管制人员来登陆他们的基本资料 电话号码跟付给是哪里 就由我们内控的工作人员去做关怀 做电话的进行 管制站以村长为村总指挥 村干事担任执行秘书 并且指派部落12处的管制站站长 招募自愿人员数名成员 相关的人事经备会将由乡公所 依照规定编列指引 每一个时段至少两个人 来在管制站来去做管控外来的访客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给他们 一个小时250元的终点的餐点备在里面 那另外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会给他们做保险 乡公所也呼吁不要在外游当乱跑 也不要随意的出门 以免造成部落居民心理的恐慌 紧张一起忍耐度过防疫的新生活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